大家好 我是敵方熊貓 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熊貓要解說通關後還可以做什麼事 影片開始前請幫熊貓點讚 今天的影片我錄到一半的時候發現可能會太長 所以就分成上下級 誰叫御三家禮包這麼多呢 通關後就能到該地點捕捉神獸 捕捉前一定要先存檔以免有意外 神獸可以選擇想要捕捉的球種 你們想要用什麼球來抓他呢 該神獸需要密技才找得到 必須要順時鐘轉圈 而且時間長達30秒 繞的時候旁邊會起風各位有發現嗎 時間一定要30秒以上喔 千萬不要少 再來按方向鍵下開啟拍照 然後按左調整濾鏡為暖色 按五次 成功的話移動畫面就會聽到歌聲 沒聽到歌聲你就重來以上步驟 玩家記得對話前先存檔 以免你殺死神獸 神獸出現後就能解除拍照模式 這隻熊貓還沒抓 我就是拍片的時候把它叫出來 有推薦的球種的話請在下面留言 在前往物力對戰的圖中有個隱藏洞窟 因為我已經解鎖了 正常是由石頭擋住 這裡繼續往前走會找到一個隱藏密道 裡面有一隻太進化的烈咬路殺 殺死他後就能解鎖隱藏洞窟 這隻熊貓之前已經殺過了 所以在這個位置就是空的 正常會有一隻太進化的寶可夢 隱藏洞窟裡面有非常多好東西喔 玩家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我已經剪光了 所以裡面是空的 也是很合理的 再來要捕捉24隻玉三家 整理場地一次要花3000BP 整理四個場地的話要花一萬兩千點 草原可以解鎖小火龍小巨賀 騰騰蛇火狐狸木木霄類演戲 海岸解鎖妙蛙種子 菊草葉水月魚 球球海獅呱呱泡蛙以及翹英猴 小谷解鎖傑尼龜木手工草苗龜 暖暖豬火斑喵以及哈麗麗 極力解鎖火球鼠火至雞波加曼水水踏消火焰猴 以及鹽兔兒 我們從一代的玉三家開始抓 30分鐘內就可抓完 第一代在關都地區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小火龍妙話種子傑尼龜 小貓其實也只有看過一代的卡通 小火龍妙話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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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就來到成都地區 一三家就是菊草葉、小巨二以及火球鼠 南岡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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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代來到楓岩地區,牧手宮火至雞水月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代來到神奧地區,草苗龜小火焰猴波加曼 草苗龜比較難找,小貓提供兩個地點 我在這兩個地點都有遇到草苗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代的河中地區有暖暖豬,水水踏,騰騰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水踏跟波加曼其實是在同一個地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來就是被岩上的卡洛斯地區 火狐狸 哈莉莉 以及呱呱泡蛙 火狐狸,小貓抓踏實到了一陣子 所以玩家要有點耐心 這隻就是人氣最高的人蛙 這隻就是人氣最高的人蛙 阿魯拉地區有木木霄,火斑喵,球球海獅 抓火狐狸時可以順便抓木木霄 在河大雲被打? 火狐狸,火狸 危略 火狗,火狽雷 火狸,火狸,火狸... 火狸,火狸,火狗,火狸 才往日介馬尾 最後的迦勒爾地區有敲鷹猴 鹽兔兒 淚眼熙 敲鷹猴也是要找一下 因為他蠻小隻的 鹽兔兒這裡可以順便抓小火咽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его錢多不進行了 再寄下來 他很容易変化 非常集中的火箱 這是一條心 這條心 我們等一下